生活态度就是这里 你们现在听的是hkpina.com 我是陈淑庄 好了各位朋友大家好 花生足球的时间 今天是2016年2月18日 晚上8時 朱sir今天跟古基看流浪對FC流球 很流吧 很流 我不知道 我是Roger Panny又在 還有Jordan 繼續做外援 朱sir說去撐很流的球 有位置空了 可不可以上來撐一下 沒所謂我上來撐一下 我說你去看林敏聰吧 關林敏聰什麼事 好像有份玩 這麼搞笑 好笑的 不知道 據聞好像是 等他下星期回來講 上星期英超發生很多事情 最多是陳智 陳智有什麼做Panny 陳智有什麼做 你問這麼尷尬的問題 我沒什麼特別的事 哈哈哈哈 陳智有什麼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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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應該是 那些女人陪看球 這樣就是正常的 那就是兩全其美 沒有錯 那些女人陪完看球 那些女人陪完看球 就再看球 這樣 但可惜你只能夠和 沒事了 陳智有前轉 陳智有前轉 陳智有學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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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一點 你不用說了 但我都累了 看球會累 好 那我們回歸正題 那怎麼辦 兩場 其實這是有些特別的 為什麼呢 英超八年以來 第一次同一天 有Big Four是互相對碰的 有兩場球 阿仙奴對李斯特城 阿仙奴2-1贏 還有曼城主場1-2 就輸給熱始 我猜中了 厲害 那Penny是否想說一下曼城先 你先說一下什麼問題 因為之前都有一些 你知道曼城現在都 雖然有個別球員都復出了 但其實他 還有一些傷兵問題 傷很多人 沒錯 施華對上一場 好像傷了腳跟 這只是小傷而已 對 因為當時看到 大家都很擔心 對李斯特城的時候 就傷了 說到好像 有段時間都出不了 之後再檢查一下 就OK 小傷 今晚來又出來了 終於出來了 其實問題 熱始一直給我們的感覺 就是 後防很不穩陣 戰績也不穩陣 雖然 你說剛剛真的換了 領隊 換了普哲天奴過來 上季都好像排第五第六 都沒什麼特別 但今季的進步就很大 其實他們又不是說 買了很多人 坦白說 個人 其實去買了艾達韋列特 這個比較重要的收購 還有孫興文 你說很重要的收購 真的不多 但是熱刺今年最厲害的是阿里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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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熱刺的防守 非常出色 在失球最少的球隊 之前我忘了 好像我上過來說過 今季其實我都說 因為你剛才看得到 他的防守 你說他弱 我覺得是對中堅比較 即是熱刺 那對中堅是比較 可能是在英超的時間比較短 我不肯定他 即我不可以去批評 他對中堅的實力 因為我看兩位其實都是很 在英超來說很生面後 即是今季 艾達韋列特不選 上季是在山林頓 即是在熱刺 即是在熱刺 即是在熱刺的時間 但是他那對閘 即是這兩個其實已經是國家隊 即是機業家就邊緣人 是邊緣 但是我總是覺得這場球 我當時看Live 我三場球都在 我困在家 因為這些時間都是在家穩固 外面消費高 所以都是在家看球 吃飯是最開心的 即是煮飯仔 看這場球 其實我自己覺得 熱刺贏 我覺得是心態贏的 即是你說 是不是技術性擊倒 還是怎樣 我覺得是士氣和心態 即是一隊是 即是我總是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又不是很明白 是有這樣的需要 是曼城做這個動作 我問了很多 大家都覺得 對他自己 對球隊沒有幫助 就是領隊 沒錯 我覺得 這件事是否一定要讓外界知道 上次已經說了 有保留的 因為我之前已經說了一個問題 即使這個調動 可能連帕麗堅尼 自己私大也知道 或者他同意 可能下屆都不用你了 我已經溝通了 哥迪奧尼 但問題是 在對外講的時候 可能跟醫師都未必那麼清楚 到底是不是真的 其實內部戰就算了 內部戰就算了 即使 你堅尼自己接受了這件事也好 我不要說他氣不氣 因為他不斷教 球員都會不斷有事情想 喂 哥迪奧尼 我還在這裡好嗎 帕麗堅尼 對我又不是很差 總之 現在這樣對他 我真的不想幫這個球踢 球員一定會這樣受到 因為問題是 我覺得這些情況 好像去到拜仁 之前 他沒有哥迪奧尼 轉進來的時候 他都差不多是一個月 貴尾的一個月前 左右 才公佈這個消息 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因為現在有半季時間 小半季 不要說半季 小半季時間 你這麼早去公佈 就算是與不是這件事也好 我覺得也會在某情況上 會影響 因為傳聞會療療 然後說 哥迪奧尼又會買這個 可能又會不要那個 真的很多東西 那不用想 爺爺托尼一定是首當其衝 還有我覺得 就是百害而無一利 對於自己的對球 好了 整場球 我覺得剛才我為什麼會說 那一段閘 就是我們很明顯看得到 熱刺整隊 說真的 這場球 正正式式的兩隊 比較的時候 我覺得很明顯地熱刺 在上半場 擺了很多心機 我相信 寶哲天奧 擺了很多指令 給後防那六個 一對防空 加那四個後衛 特別是丹尼羅斯和霍加 平時的球還沒有去到中場那雙腳 即是中堅拿著那個球 這兩個已經開始起步 踢上去 這場球我看得到 他們是中場拿著那個球 都不上去 在上門場 等上面做到那個球 穩穩定定 他們開始才上去 除非他們自己帶著那個球 因為這樣的戰術 所以他們的進攻比較少 只有六球入球 六個射門 雖然只有六個射門 但控球也是比萬成多的 主要是因為他們搶到那個球的時間 比較多 我在上半場 如果你這樣補充 就是他在後方 後場線拿了那個球 搶到那個球 在他自己的後方 搶到那個球 他們也不是說 急著進攻 把球向前走 不斷扔 他也是在後面 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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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看得到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 後面做一下 做一下 我覺得抱著天路成功 做一點 就是 今季把丹比利 放回去墮後的位置 其實之前我經常說 有一個問題就是 丹比利和艾利神經常 成功 在公中位的時候 第一 艾利神需要更多空間去創造 第二 丹比利又搶了球 大家在這裏 為什麼我們以前在英格蘭 雙突的問題 兩個人擺在這裏 兩個人都是那樣 那到底誰去好呢 我同意 因為 主要那件事 因為有很多時候艾利神做分球 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不可以站在太前去分球 因為你站在太前去分球 你的長傳 那個所謂的屠程 那個球又要短 又要急 落點又要好好 不是那麼容易去做 後一點去做 亦都引到別人的防線 往前一點的時候 你的拋物線進去的落點 前鋒容易踢 這個是同意的 所以 這些情況之下 他對著強隊 剛才你所說的情況 就會少了出現 因為他縮後踢 但是如果他對著一些 可能五五球 或者弱一點的隊伍的時候 他壓了上前的時候 就有一個 以前像你所說的 雙突的問題 就是當他們壓 因為壓高了 壓高了 他墮下來 就變成有機會 大家重疊了那個位置 這個重疊的問題 上個是很嚴重的 因為艾利神也不是那些 拿著一個球 可以單騎獨領闖關的 他主要是分兩腳 有時候要退後一點給我 就會有一個重疊 但其實這件事可不可以解決得到 其實是可以解決得到的 我當時聽過摩連奴說過 如果想帶著我車仔 我就可以把那件事 其實這個不是他的時代 是做到出來的 是一年前的 說的是波比粒神的年代 因為這些都是我師傅說給我聽 大家柴魚飯後研究的時候 就說謝拉特和林柏特那件事 其實是很簡單的 只要你的教練 會給一個指令他們 就是當艾利神一下來拿球的時候 這個防中自動走上去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因為這個中場 他拿得到那個球 去保護球的能力很強 他只要做 因為他下來要拿個長傳 你不怕的 他兩個防中 只要隨便一個 向前踢回他那個位 這樣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一個重疊性 這個其實是可以去調教到 當然是真的要在訓練裏面去做 但不是解決不到的 是解決到的 因為這件事 以前如果你再數一些歷史 很多的柏列和加斯居尼的年代 在英格蘭國家隊 因為那時候就是波比勒神教 加斯居尼還是國家隊 你留意 這是歷史 但為什麼我會拿這個案例 因為我師傅拿這些案例出來給我 但的確 你可以想想 這麼多年的歷史 其實都是重複的 足球不是很複雜 只不過現在是把數據化了 這場球我自己覺得 就是贏了士氣 而且在某些球員 真的在曼城前面的球員 我覺得 可能我們剛才所說的 種種原因 第一就是阿古羅很明顯這場 沒有太大 不夠的 不夠100%比賽 這個肯定 對比他剛才出來 踢那幾場是OK的 但這場很明顯是跌了 還有 曼城我經常說是一個問題 一來就是 夜夜托里來到這個年紀 他開始有些球霸的問題 很多時候是拖慢了整隊的進攻 其次 顧之然 我覺得派堅尼 顧之然有去戰術上的問題 但這場球 或者曼城到現在 這麼低迷的狀態 一 雙兵過多 簡直 這場球 有三個 即是不計 伊恩拿組 有三個 是青年軍 借上來的 後備 是一個中場的後備 即是一個 一隊中場的後備 都沒有 現在連拿華斯都玩借萬拿 基本上 你的戰術基本上 只是來來去去都是那種 看到我們 曼城的進攻 是怎樣 給波托尼 給波斯華 再給阿古路 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連法國仔 阿仙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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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重傷 沒有辦法 因為這些是比較有創造的球員 他有些變化 阿仙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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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曼城這場是出了什麼事 到底 除了撇除黑哨的因素 你剛才說 這個真的沒得說 那 士氣 決定成我同意 阿仙奴 一開始很明顯 就是 熱刺的士氣 是很明顯高漲 過曼城 大哥 從來沒有試過這個位置 熱刺 大哥 我上來就是試勾官踢 我當然是拚得盡 那曼城 一來 說半稅的問題 我都說 不僅是影響巴力堅 你一定是影響了球員 球員現在的心態如何呢 其次一個問題就是 幸好 甘賓妮出得回來 上半場就不用輸了 那好了 但是來到這個階段 你說曼城是不是 你一月五買人 那你都公佈了領隊走了 賣不賣好 買給人好 我想這些管理層 都是不動的 不動的 因為你買回來 尤其是巴黎堅尼 還有現在 前巴塞的體育總監 或者曼城 這兩三個買人 真的買得很差 坦白說 我不要說迪布尼那些 是不是差 迪布尼都傷了 但是問題是 你連大夫也傷了 你要用一個廢人道 廢人道已經說過很多問題 現在來到 今天又出番時日 連保護球的能力都不行 你怎樣打個中場中呢 是不是 那好了 戰術上面的單調 沒有人換 你永遠都現在要靠一個 為什麼 伊安娜祖經常出番有波入呢 他給了一種 現在晚城 沒有的活力出來 對 同意 所以他經常 每一個 出奇畢畢的表現 為什麼出奇畢畢的表現 出奇畢都好像有波入 只有他飆球 只有他飆球 只有他不是大哥 幫尼已經不見了 只有他不是大哥 幫尼也傷了 沒有前鋒換 不過我又想補充一點 二次這場球 在某情況上 都有少少少 在領隊與領隊之間的比拼 可能剛才你那樣 因為已經沒有兵 曼城沒有後備的力量 對 保治天堂 你看得到 其實整場球 我其實看得到 當一比一的時候 我都想著 長球是有機會打回 但他一換了林馬拉 拉下來之後 是整個前面的進攻模式 一個帶生 也很證實到 最後 艾力臣入球 都是林馬拉 搞給他 所以 如你所說 可能柏林佩津經 都知道 但是知道沒有用 我都沒有課 沒有課出 我都要借清廷分回來 上來打 所以這場球 當然也看到很明顯 真的很明顯 兩隊球踢到最後 說真的 我們踢足球 經常都說 頭那75分鐘 大家有體力的時候 通常90分鐘比賽 75分鐘 就是正常的體力 最後那15分鐘 就說大家的鬥志和意志 那現在就告訴你 別人的鬥志意志 真的比你更好 其實曼城 就真的 輸了那球12碼之後 才有鬥志 沒錯 才有鬥志 再追回那球 沒錯 我同意 是他穿了 很明顯地 全部人都突然快了三倍 遊著來踢 之前 遊著來踢 這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曼城 我們由 派基地執獎 第一季 踢得很快很快 搶一搶 半場已經解決了你的 兩三粒 兩三粒 你後半場 你追到才追 接著到上一季 就說 幸好去撿過第二 但是已經越踢越慢 越踢越慢 來到這一季 就由老鼠拉龜的經常勝出 很多場都變成緊贏 以前 我們看曼城 那個恐怖的地方就是 他功力非常之強 他入球非常之強 第一季派基地執獎 就是總數 半季一百球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 表現到 這裏不如我解釋給你聽 我很早之前已經說過 曼城這隊球 太多老江湖 新老闆上場的時候 這些人 就會拼命 因為他們要爭取他們的地位 你明白嗎 這些老江湖就是這樣的 全部跑光湖 他們知道有新老闆上場 我一定要拼 拼命 坐定了正選位置 那這些人的質素一定夠 他為什麼要入這麼多球呢 其實很簡單 他肯走 只要肯走位 變化大 技術就自然出來 一出來之後 變化多 就自然入球多 踢一下 踢一下 站穩了 你要明白 所以為什麼換領隊 也是另外一個 他們管理層 沒有招出的招數 說真的 因為你再不換領隊 大家就在路由跳 我贊成是換領隊 但不是這樣公佈 兩個方法 這樣的環境 你一旦就換了領隊 一旦就換了一群球員 一旦就換了一群球員 你那群球員又貴 又不是不能踢 你唯有就換了領隊 因為便宜一點就換領隊 換球員貴一點 所以我相信是這樣的情況 不如這樣 這群球差不多 還沒什麼想說 雖然我們今天時間 應該充裕一點 因為朱sir在那裡 沒辦法 不是不是朱sir在那裡 是朱sir在那裡 是朱sir在那裡 他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在做 現在 他在看球 他在聘直播 不會吧 不會吧 另外 阿仙奴對李斯特成這場 厲害 鬼迫黑港 這場真是瘋 這場真是綁手之戰 綁手之戰 你真的沒想過 其實想補充兩句 坦白說 你對曼城真的沒有時氣 因為如果你真的看到 我頭場阿仙奴這樣贏了李斯特成 只要我爭氣一點點贏了這場 我隨時拉近他來搞 正純這些 大佬 成團火 看到曼城一開球那段時間 極臣是度暴 如果你用馬的步速來講 很多場都是這樣 等你熱刺 最慘就是第一步不猜測 熱刺 我等你來 你等我來嗎 我慢慢推上來 那你就糟了 你整個上半場很悶 原場的十二馬 然後就開始瘋了 但正常真的不應該是這樣的 一對球在這種情況中 應該是拼命的 所以你說那個公報 我真的覺得有保留 我在Man Club也有寫文 但Man Club的人就不太同意 你遲又說遲 祖你又說祖 你想怎樣 但你對球隊不健康 但現在問題是半季 不應該 立即報 應該是 應該是適當的做法 拜仁那些真的很適當 一個月 差不多 我覺得你半季換 要是你狠一點 就炒他 就像黃馬那樣 你黃馬那樣 然後你走 偉拉 偉拉都過了美國就夠了 偉拉過了就夠了 偉拉過了就夠了 偉拉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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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阿仙奴對李思達成 這場真的 我覺得是 完全看完那場之後 我後面那場 曼城那場 是真的熬 因為很興奮 看完 整個部署 一場很精彩 一場很快很精彩 阿仙奴對李思達成 然後整場很high的利物浦 然後到後面整場 慢車你是不是會欺負眼 我已經是 這場也很刺激 所以就由刺激 很high 去到很悶 幸好有半場 去到90分鐘 才靠韋迫克 入球 才絕殺到李思達成 雲高爾怎麼想 雲高爾怎麼想 一向都不贊成他 雲高爾放走了 那些人現在很厲害 不關事 你不要看著我說 小多在你環表信 又發瘋 迪馬利亞 又在這個 迪馬利亞 我覺得 你說迪馬利亞 你胖不胖 我覺得就不可以 一會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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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馬利亞自己也有責任 自己也扭解 我待會再說 我再說這場球 這一場 你也想不到 那個榜首的戲碼 阿仙奴對李思達成 其實李思達成這場 即使輸了球 對他的榜首形勢 都沒有什麼影響 他依然在排隊中 現在都排隊中了兩分 其實慢慢看到李思達成這對球 開頭可能季初 都是靠華迪或者馬利亞 給你好一點 可能靠珍和達 或者舒米高 甚至國旗神仙 那個不是叫喝水師緣嗎 喝水師緣 對 珍和達 喝水 那個叫做 喝水師緣 另外 其實你整個球員 都開始有被人留意 就是這個簡題 這個我很早 你記不記得我 整個月前 你好像是有來講過 因為那個是我和某某某人 我們在WhatsApp的時候 大家重點已經講過 原來簡題已經是 英超裡面攔截數目最高的球員 因為詹姆米娜傷了 你明白嗎 之前是詹姆米娜的 因為傷了 這樣他也要有本事 也是 我們一直都關注著 其實我們常常說 任何強對強好 如何都好 中場是兵家必爭之地 尤其是某某某某某車路士 即是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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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最重要是防中位置 是的 所以這些球員 我們很早已經 為什麼呢 其實一般性 如果你經常在電視上看足球 你沒有辦法去看得到 這些球員的功能在哪裡 你要在現場 和你在現場的時候 在做一些所謂的數據的marking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人 是很恐怖的 即是他那些走位 爆炒 走來走去 然後球過來又搶 搶完之後拿球又做 你想不到他的體力在哪裡 體力都不重要 十項鐵人都很好的體力 但你的回氣程度 是快到密到很恐怖 所以大部份球員都是黑癡癡的 但有血統論少少說 跟黑人有關 即是那套回氣真的很快才能做得到 他們真的很厲害 但簡提他本身 身材又不是特別健碩那隻 艾森也不是很大 艾森也不是很大 艾森也有些 我覺得有身位過他 我覺得每一個英超都是一塊塊的 但在一塊塊當中 他算是輕巧的 其實艾森也是輕巧的 你看到他可以有些跳跳紮紮的動作 不像米基爾那些 龍祖兒來的 當然是跳跳紮紮 即是那些 其實我想回到長波 我覺得整長波就是一件事 我很欣賞到李斯特成的耐性 即是我看成長波的時候 大家都快了 真的很快 即是快的程度 即是艾森也有幾個 即是艾森頓那些 彌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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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快 那些球賽的球賽斷了 不論是被人搶截 被阿仙律的後防搶截到 或者是死球各種那樣東西 轉眼鏡頭 人們全部都在後面 那個速率快到 在上半場 我相信這場球是可以比美 我們一會兒所說的歐聯的車仔對巴黎星 我昨晚看完 黃馬對羅馬 那個速度的速率快到上半場是瘋了線的 是很快的 哪有這樣的體力 說真的 這些球你才不會睁眼睛 如果不是真的很睁眼 時間第一節差不多了 很多話要說 先播首歌 我們待會回來繼續講歐洲足球 一會兒見